第十五章特别提到有三个比喻 这三个比喻其实是连接在一起的 很难独立分开来跟大家思想 这三个比喻可以算是路加医生特别的报道 尤其是浪子的比喻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也可以说是全本圣经当中一个最有名的比喻 浪子的故事是最感动人的故事 也可以说是最伟大的唯形小说 因为它短短的五百多个字里面 有很深的奥秘需要圣灵来解开 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真理和进入真理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大家说三而一的比喻 透过这三个比喻 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为何要得人 我们从今年一开始圣灵的感动让我们不断地讲 今年的目标要得人得人得人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得人的话 这些人就被世界就被恶者给夺去 他们自从的结局就是沉沦就是灭亡 所以神的心不但神自己要得人 神也要借着我们这些人来得着他们的灵魂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现在不但是要传天国的福音 而且我们要传救人之道 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灵魂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第十五章告诉我们 众罪利和罪人都哀尽耶稣要听他讲道 何等感恩 罪利和罪人应该是常常会公开批评或私下议论耶稣基督的 可是圣罪利和罪人他们被外围不断的指证 他们是罪人 结果他们内心真主呢也没有去反抗 也没有去争论 他们也承认他们是罪人 所以当他们一听到耶稣基督在传救人之道 在传生命之道 在传重生之道 他们就乐意去听耶稣基督所讲的道 可是很特别 法利在人本来是非常非常熟悉摩西律法的 文士更是服侍上帝在抄写摩西律法的 可是这些人呢 他们却私下议论耶稣 最该私下议论的是税吏是罪人 因为他们的本性就是喜欢 讲那些闲言蜚语 可是最不应该 私下议论最应该要敬畏上帝的这一群宗教领袖呢 他们却私下议论 议论什么主题呢 就是说这个人啊 竟然和罪人吃饭 而且和罪人做朋友 让他们很受不了 因为如果你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如果你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圣子 你如此行不是有失你的尊贵身份吗 但是耶稣基督为了要救人 为了要得人 他宁愿放弃在高天的那种尊贵权柄和宝座 他甘心乐意的降生在马朝 然后以辅救卑为的人 目的不是要吃饭 目的是要做什么 大家说 要救人 要得人 所以我们一生的目标 不管吃喝 不管你做什么 你的一个清楚的唯一的最重要的不可少的目标 是做什么 救人 要救人 要得人 要救人 要得人 所以耶稣基督就针对这一群私下议论他的 他私下议论 那是讲的声音是轻声细语 故意不要让耶稣知道 可是耶稣基督知不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 当然知道 我们讲过了 耶稣基督是知人知面又知心 所以耶稣知道人心中所存的意念 耶稣知道你心中到底在议论什么 到底在表达什么 到底在抗议什么 所以耶稣基督就针对这一群宗教领袖 说了三个比喻 第一个比喻呢 是施羊的比喻 第二个比喻是施钱的比喻 第三个比喻是施儿子的比喻 大家说施羊 施钱 然后施掉儿子的比喻 这三个比喻非常非常的宝贝 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三个比喻是不是都喜剧意收场呢 羊找着了 钱也找着了 那小儿子呢 也的确是死而复活 事而又得 可是大儿子呢 结局如何 让大家自己去猜想 耶稣基督很会写连续句 很会讲故事 所以让大家好好去寻求神 到底大儿子如何 到底我们是小儿子还是大儿子 求主帮助我们 其实在2000年前的教会 祝福的喜悦 所以我们看到既然叫做施羊 施钱和施儿子呢 就告诉我们 这一切本来是属于谁的 都是上帝的 羊 千三的牛 万三的羊 是谁的 是上帝的 那一切的矿物 金银宝石 是谁的 是上帝的 那我们不管是男女 老少 我们成为人 是谁算到的 都是神 所以一切都是神的 可是后现代主义 好多好多的男男女 说什么 我的身体我做主 请问你的身体是谁的 是你的吗 是上帝的 所以你必须要 让上帝来做你的主 你才行在神的主义当中 不然的话 我们就是随从肉体 就是死 求主帮助我们 摩西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选择死亡 要选择生命 所以神借着摩西所说的话 神借着众先知所说的话 就是要我们要选择生命 拒绝死亡 大家说 选择生命拒绝死亡 选择生命拒绝死亡 选择福分拒绝祸害 选择福分拒绝祸害 上帝创造天地人 就是要让人享受幸福 就是要让人大有喜乐 神把亚当夏娃 安置在他所上造的伊甸园 大家知道伊甸园是什么意思吗 伊甸园的意思就是 喜乐的意思 这个园是充满喜乐 哈利路亚 所以神的心 就是要把喜乐赐给我们 而且要让我们的喜乐得到满足 哈利路亚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 恳求你继续透过路加福音 来向我们说话 尤其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 是路加福音第五章 这三而一的比喻 主啊 实在求你借着圣灵 来解开你真理的道 让孩子的的确确靠着 圣灵 按着正义 把你的真道分解得清清楚楚 天父我们求你帮助 那火水的圣灵教会 人人都以基督的家为家 人人都以基督的心为心 人人都因你在这个家 与主同工 靠主同工 让主同工 如此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明 好 我们来思想这三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牧者施羊 大家说牧者施羊 牧者施羊 耶稣基督首先讲到 有一个牧者 还有一个牧羊人 他有几只羊呀 他有一百只羊 一百只羊 其实是不少的一个财主了 其实透过一百只羊 来告诉我们 全人类 一百十一个完整的数字 乃是代表全人类 其实本来都是上帝的羊 可是耶稣基督讲说 却有一只离开团队 想要去找草吃 去找水喝 结果却迷了路 很可能掉在坑中 结果这位牧者呢 他不因为他还有九十九只 他就觉得很满足了 他为了那一只迷失的小羊 他却 如何 却亲自去寻找 寻找这一只亡羊 直到找着 他付上的代价 那是何等的大 其实耶稣基督乃是在说他自己 为什么呢 这三个比喻 诗阳是在讲圣子耶稣基督 亲自由天而降 在寻找迷阳 诗前 乃是讲到圣灵 他特别光照我们 要来点亮我们 叫我们能够苏醒 那圣父在等候 浪子回家 所以这三个比喻再次强调 我们所信的创造主 他是一而三三而一的自有拥有者 是唯一的独一的第一的真神上帝 所以我们感谢神 圣子耶稣基督他亲自告诉我们 他在寻找亡羊 他在细细的一直的寻找亡羊 耶稣基督说 我是为羊舍命 所以我们合同合同感谢神 因着有耶稣基督寻找亡羊 为我们舍命 我们知道谁是爱我们的主 谁是给我们生命契息的神 谁才是真神上帝 看见耶稣基督 我们就知道谁是上帝 耶稣基督特别透过浪子的比喻 来向我们述说 上帝的心乃是阿爸天父的心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想得 思养的比喻告诉我们 这个迷羊成为亡羊 然后它是糊里糊涂的 然后自以为对的 然后去找草吃去找水喝 没有想到却成为流浪在旷野的亡羊 世界其实就是旷野 所有我们的世人目前也迷失 在旷野当中 我们以为我们找到最好的草 最好的水喝 其实这些草和水 反而让我们全然迷失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知道 神透过羊来形容人 乃是提醒我们 人是最容易迷失的 最容易迷失的 常常 自以为意 自以为是 自以为对的 然后走自己的路 却是完全迷失的方向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知道 即使一只小小的羊 就人来看 算不得什么 神呢 看他的生命是宝贵的 对你旁边讲 神看你的生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神守不得你 神希望每一个人 都能够回到家中 得着父的爱 第二个呢 我们看耶稣基督特别讲说 就是妇人失钱 那耶稣找羊 知道找着 找着之后就把羊扛在肩上 然后就把羊带到回家 带回家中 耶稣就邀请 耶稣讲说 这个牧者就邀请朋友临舍 一同欢喜快乐 那提到妇人的 失钱比喻呢 就告诉我们 这个妇人 乃是 讲道教会 讲道教会 那教会和圣灵 共同要来完成 去寻找失钱的 这样的一个宝贝的任务 钱 本来是挂在 这个新娘 已经许配给新娘的额头上的 是十个钱 十块钱 结果有一块钱呢 从头上掉落 结果教会和圣灵呢 就为了这一块钱 就点上灯 打扫屋子 这个屋子呢 就代表神的家 然后细细的找 直到找着 所以也是付上很大的代价 然后找着之后呢 就把这个钱挂在哪里 就挂回额上 所以羊是扛在肩上 钱呢 是挂回头上 就代表 这个失去的钱 是很有价值的 是可以去做买东西的 就把这样的一个钱呢 就归回教会 归回她的原位 所以这个新娘呢 她因为有这个十个钱 做装饰 她今天就更显得 她的尊贵荣耀 更显得她有价值 她可以运用这个新郎 给她的这样的一个 订婚的礼物 能够享受新郎 给她的宝贝的爱情 所以我们看见 的的确确 圣子耶稣基督 他寻找亡羊 那圣灵和教会呢 他们是细细的寻找 好 这失落的钱 第三个耶稣基督 说的比喻 是什么比喻呢 就是 来 请把大床打开 就是父亲狮子 大家说父亲狮子 父亲狮子 这个比喻 如果你在教会一段年日的 你一定听过 一遍 两遍 三遍 这是非常熟悉的 一段故事 可是我们常常把 这段圣经就把它 取名叫做 浪子回家 或浪子回头经不患等等 那当我在仔细研究 分析的时候呢 才发现 其实耶稣在讲这个比喻 完全没有提到 这个儿子是浪子 很特别 他的的确确所作所为 是浪费之财 的确是一个 浪迹天涯的浪子 可是在父亲的心呢 却始终把它当成什么子 当成儿子 甚至在父亲的心 没有责备 没有怨恨 没有说你这个 死不要脸的浪子 你这个 这个死不认罪的败家子 完全没有这样子 耶上帝 一直把这个儿子 当成是什么 当成是儿子 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儿子就是儿子 儿子不是仆人 儿子不是故宫 儿子不是外来的 儿子乃是父亲 如何来的 父亲 生出来的 所以我们很感谢神 其实这段比喻呢 这个儿子乃是形容 是一个已经信主的人 我们常常把这段圣经 讲说这个儿子呢 是还没有信的 是漂泊游荡的 这个是个败家子 是一个放荡子 都觉得说 他是一个不信主的 可是这个儿子呢 其实我们好好思想 他的比喻重点 乃是告诉我们 他是已经信主的 那在教会里面 已经受洗 已经信主的人 请问会不会 人在这里 心不在这里 会不会 同样的 这个儿子呢 这个小儿子 他人虽然在家里 可是他的心 早就去哪里了 早就去世界了 看到世界 哇可以唱 可以玩电动游戏 然后可以 吃喝玩乐 哇甚至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哇他今天就被世界吸引 然后他人在这里 心呢 早就已经去了 花花世界了 然后他就想说 哎我要 出去的话呢 我需要什么 我需要这个 我需要这个 那这个从哪里来 小儿子 还没想到说 我自己要努力 帮助父亲 创业 帮助父亲 把生意做得更大 更好 有更多的利润 他竟然 很大言不惭的 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 那父亲的产业呢 一般来讲 是父亲走了之后 才把财产变成遗产 来分给孩子 可是这个做小儿子呢 他不但没有想说 父亲年纪老迈 我应该在家里面 好好孝顺父亲 听父亲的话 讨父亲的喜欢 他反而向父亲说 父亲 哎我们看中文圣经 写说什么 大家来看15章 写说 请你 把我应得的家里分给我 我去查了英文 查了原文才发现 原来没有请你 这是我们中文圣经写的 所以我们要读圣经 要研究神的话语呢 的确还要参考 很多很多不同的翻译 才能够按照正义分解 真理的道 所以我们感谢神 圣经上原来没有假请你 就代表说这个儿子呢 他不但心在世界 而且他对父亲的态度 已经如何了 已经是桀骜不驯了 已经没有把父亲放在眼里 已经觉得说自己就是老大 自己翅膀硬的 黑一飞了 他自以为能的 要去世界闯荡 可是他不是跟父亲商量说 爸爸我想要到世界上去 做生意做买卖 来观众要主 如果这样的话呢 那爸爸会如何 哇实在太感恩感动了 可是这个儿子呢 竟然跟爸爸讲说 你把我该得的 什么 家业分给我 哇 你看 这个不是请你的话呢 听起来就是 儿子命令老子啊 你想想看 这个老子呢 当时没有给他一个耳光 已经是很久忍耐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他爸爸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我去查英文 去查很多翻译 才告诉我们知道 这个产业呢 并不是说把爸爸的这个家业 按照大儿子 得三分之二 小儿子得三分之一 或者爸爸还活着 再加上其中的一份 不是这样的 这个产业的意思呢 乃是养生的 养生的钱财 既然你要出去奋斗 需要出去打拼 或者你今天想要出去随心所欲 爸爸呢 是有智慧有聪明的 爸爸也不会就马上把我这么大的家业 分给你 爸爸就给他够用的 养生的钱 不但给小儿子 也给谁 你看看圣经上怎么写 我们过去常常听到就是 爸爸把这个家业 担任给小儿子 可是你看圣经上说什么 父亲就把产业分给谁 分给他们 代表大儿子也分了 所以这个爸爸呢 做得非常公平 大儿子就没话讲 小儿子有什么呀 够用的养生的钱 大儿子也有什么 也有够用的养生钱 可是大儿子呢 他却人在家里 心在外面 小儿子是人在 人在 小儿子是人在家里 心在外面 大儿子是人在 家里 心在哪里 小儿子是人在外面 小儿子是人在外面 人在外面 哇 这个中文 很值得我们在思想 求是连运我们 不要讲在这里 大家明白意思就好 所以呢 我们看到 父亲 对儿女们 的确是尊重他的自由 全段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爸爸没有拦住小儿子出去 其实 这个爸爸乃是形容我们的阿爸天父 我们天父当然知道 小儿子出去之后呢 会如何 让你去天衙 最后呢 就是浪费自财 然后任意放荡 等等等等 那为什么 爸爸没有拦住呢 因为爸爸尊重孩子的自由 就是尊重他自己 上帝尊重人的自由 就是尊重他自己 因为上帝单单把他最自由的神性赐给了 万物之灵 就是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看到 儿子离家 结果呢 不多几日 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收拾起来 回到他 所以感谢神 我用了几个来来来 我发现这段圣经出现了很多很多来来来来 那有六个来是一个重点 所以第一个就是 儿子离家呢 他就收拾起来 大家说收拾起来 收拾起来 他就把他的戏软 把他的个人的一些衣食用品 一些经营采访的给收拾起来 去哪里 往远方去了 很多很多很多的孩子 当他考大学的时候 他就希望 纽约的去哪里 去加州 加州来哪里 来纽约 总希望一爸妈越远越好 为什么呢 总觉得说他自由了 哦 其实那是自由吗 那是自私 那是放纵 所以求助帮助我们 结果这个小儿子 他收拾起来 往远方去 他任意放荡 浪费钱财 去享受他自己认为 所谓的最终之乐 结果他吃他喝 而且他又如何 十五章的三次节告诉我们 他又和唱记 把他所分得的家业 全部耗尽一切所有的 结果神做事 非常非常的特别 就是当他耗尽所有之后呢 那地就大有饥荒 如果先有饥荒 他就会如何 就小心几屁 不会随便浪费 结果呢 先耗尽所有之后 然后就大有饥荒 神就兴起环境 要让他知道说 哦 你是如此的 无体贴父亲 如此的放纵私欲 OK 你呢 竟然是收拾起来 就让他怎么样 穷苦起来 所以好棒 你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告诉我们 耶稣 你看用的话语 就穷苦起来 结果他三穷雪茎 竟然走投无路 当初一起 吃喝玩乐的朋友们 全然远离他 结果他不得已的状况之下 竟然去找工作 找到一个蛮有钱的老板 这个老板叫他做什么 叫他去喂猪 叫他去喂猪 结果当他饿到无法忍受的时候 他想要吃猪所吃的都没有机会吃 老板不准他吃 不准他吃 所以这个人呢 他穷苦起来 几乎要饿死 然后他就觉得说 哇 我的生命难道是如此 连猪都不如吗 我到底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 到如此的荒唐的地步 他就想到 他的爸爸 有什么 我爸爸 有家有业 我爸爸有财产 我爸爸有很多很多的步行 所以他就想家了 所以我们第一个是 儿子离家 大家说儿子离家 儿子离家 第二个是儿子想家 儿子想家 我们这些漂流在海外的游子们 会不会想家呀 想啊 当然想啊 当然想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当这个儿子想家的时候呢 他圣经说 他就醒悟过来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就想家的时候呢 圣灵感动 对不对 然后就会帮助我们 醒悟过来 再没有醒悟过来 他之前是醉生梦死 他是虽生有死 他是完全完全的 狐狸无独 得过且过 然后在度过那样的一生 如同在睡觉一样 像猪一样的 吃饱就睡 睡饱就吃 可是他发现 他不是猪 可是他当时的处境 竟然连猪都不如 所以他想到说 我是个人 我还有父亲啊 求主帮助我们 神有时候也是允许环境 让我们穷扶起来 当你穷扶起来的时候 你是自貌自弃 自脱罗网 然后自我了断的 还是你想到有一位上帝 这位上帝是创造你的 爱你的 是在等你回家的上帝呢 所以这个小儿子 他就醒悟过来 他发现他家里好 这地方实在太苦了 所以他就要决定说什么 我要回家 所以圣经上说什么 大家说我要起来 我要起来 儿子从内心深处 左思右想 然后瞻前顾后 下了一个决定说 我要起来 哈利润亚 大家说我要起来 我要起来 他有这样的一个念头 然后呢 也有这样的一个决定 而且 这个儿子的确是 知过能感 善莫大焉 这个儿子 竟然在写悔过书 大家知道 他悔过书写了多少字吗 总共写了三十四个中文字 可以说有六个片语 悔过书内容是什么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此以后 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你的故宫吧 弟兄姐妹们 总共三十四个字 短短的六句话 告诉我们 他的确是有一颗认罪的心 而且他愿意说回家之后 要向父亲认罪 要向父亲悔改 耶稣基督很特别 他竟然 讲这个比喻的时候 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先讲天 他没有讲说 父亲 我得罪了耶和华 父亲 我得罪了上帝 他讲的是 父亲 我得罪了天 这个天呢 很明显的是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非常非常知道 东方有一个国家 叫中国 中国人一向把上帝 用什么来形容 用天来形容 天生我才 必有用 请问谁生 是上帝生 上帝创造的 那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说 顺天者昌 逆天 逆天者亡 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说 天行见 君子以自强不息 上天 是那么的健康 在那边创造 在那里管理 在那里托处 那我们做君子呢 我们也要学习上天一样的 自强不息 所以我们也讲到说 天和盐灾 听懂吗 孔子讲过 上天啊 他哪有说什么话 的确 孔子那个时代 他们只晓得 上天 透过宇宙万物 透过他所创造的 向人启示 向人说话 孔子没有那个福分 得着神的启示 文字的圣经 所以他就说天和盐灾 他虽然讲天和盐灾 可是他却说 四时行灾 春夏秋冬 一直在那边运行 一直在那边 很有秩序的 所以求主观众我们 似乎耶稣基督的确认同 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什么 天 所以中国人的天 的确确可以讲 就是圣经当中 所说的上帝 所以这位小浪子呢 小儿子 他就 你好了 这样的一个悔罪 悔过书说 父啊 不是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 得罪了你 从 从什么 从今以后 我不配 成为你的儿子 把我 当作 一个 故宫吧 所以这句 总共六句话 三十四个字 然后呢 他 竟然 很快就有 具体的行动 所以儿子就回家了 所以我们不但 离家的人呢 求主 心情环境 让我们想家 想家的人 不要单单只是 放在想象的事情上面 我们需要 努力 积极的 快回家 大家说 快回家 快回家 所以耶稣形容说什么 于是起来 哈利路亚 于是起来 我们今天需要 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行动 就是要于是起来 我们不要 只想 只说 只知道 该回家 劝不回家 我们需要起来 真正的 走上回家之路 因此 这个小孩子呢 他就 起来 往家的方向 就越走越近 越走越近 可是他越走呢 他心中觉得什么 因为他非常 认识他的爸爸 是严厉的爸爸 当初劝过他 不要离家出走 可是呢 他执迷不悟 依然顾我 所以他想到 他爸爸严厉的一面呢 他就惧怕 他就想到说 我这个悔过书 爸爸到底会接纳 会同意吗 爸爸到底会如何来 训斥我 责备我 打骂我呀 可是呢 他还是依然 起来 往家的方向 一步一步地走 圣经上 耶稣基督说什么 相离还远 哇 不是说 他已经离家很近了 竟然相离还远 他可能没有看见爸爸 他呢 整天心里忐忑不安 非常惧怕 待会他爸爸 到底会如何来处置他 可是呢 耶稣形容说什么 相离还远 相离还远 爸爸就看见了 爸爸的眼睛就看见了 哦 原来 极有可能是 爸爸早就在家里 每天期盼 眼巴巴的倒后 孩子啊 你什么时候回家 孩子啊 快回家了 所以这个爸爸 耶稣基督 很清楚讲的 就是我们的圣父 阿爸天父 所以阿爸天父 看见这个儿子 愿意回家 而且他的脚步 的确是很笃定的 往回家的路上走 然后爸爸就如何 就动了慈心 爸爸有慈爱的怜悯心肠 也有什么 有公义的 刑罚的心 结果圣经上说 耶稣讲什么 这个爸爸就动了慈心 然后呢 他的脚就很快地跑去 他的手就抱着他的颈像 他的口呢 竟然连连地与他亲嘴 我们晓得 一个放逐的人 全身是诸位臭气熏天 而且衣服是奇章无比呀 一副乞害的模样 结果这个是 继父又会的爸爸 竟然没有说 你赶快回家洗澡 爸爸如何 竟然抱着他 连连与他亲嘴 一点没有介意 这个孩子那么脏啊 比猪还脏啊 比方学们 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比喻 到底 耶稣基督讲天父 是如何渴望这个浪子回家呢 本来浪子觉得说 我不配做儿子 把我当做故宫吧 让我来服侍 服侍 这个田产 服侍这些家业 结果爸爸呢 你知道吗 他完全知道 儿子的悔过书内容是什么 爸爸让这个儿子讲了 前面的五句话 第六句呢 当儿子要开口的时候 爸爸怎么样 不让他讲 爸爸就双手抱着 特别知道 他要开口讲说 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 爸爸可能 他的嘴呢 就对在儿子的嘴上面 不让儿子说出来 为什么爸爸不让他说出来呢 因为儿子就是儿子 儿子永远不是故宫 哈利路亚 所以虽然我们曾经 漂泊曾经的乱过 可是在阿巴天父的心中 我们是谁 儿子 我们永远不是故宫 我们永远是儿子 虽然我们流浪漂泊过 但是呢 只要我们愿意 往回家的路走 爸爸就怎么样 就来快跑到我们身边 用手 拥抱我们 用嘴来亲我们的嘴 最后呢 爸爸就吩咐仆人 说什么 赶快给他穿上上好的裤子 圣经上讲说 那上好的皇子 那肥牛犊 代表 上帝早就已经准备 那件衣袍了 所以任何人 你愿意 来到上帝面前 神就给你穿什么 袍子 白色的衣袍 所以先穿衣袍 代表在外表上 在地位上 你的确恢复了 成为儿子的权柄 跟地位和名配 所以就给他戴上戒指 戒指代表什么呢 戒指代表权柄 然后呢 又给他穿上鞋子 代表说奴仆故宫没血可穿 所以他们在污秽当中 常常沾染地的污秽 你是我的儿子 当然又穿最好的鞋子 之后呢 爸爸又说 仆人赶快杀一只肥牛犊 而且这一只肥牛犊呢 圣经上讲说 那肥牛犊代表就是 爸爸早就预备了 爸爸的预知当中 早知道说 这个儿子一定会回家 然后这个儿子呢 然后为他杀那肥牛犊 哇 感谢神 弟兄姐妹们 结果他们就如何了 就快乐起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儿子虽然流量在外多年 但是无灾无病 他能够回家 爸爸说 是 死而复活 的的确确让爸爸的心 非常非常快乐 然后 这个小儿子呢 发现 爸爸竟然没有责备我 爸爸竟然拥抱我 爸爸竟然 设宴款待 让邻居朋友 亲人家属 全部吃喝快乐 那请问这个小儿子 还会流浪吗 还会流浪吗 大家认为 可是大儿子却如何 耶稣基督又继续讲 这个大儿子 虽然人在家多年 不是爸爸 可是他的人在家里 心却在哪里 心却多年来 一直在外面 而小儿子不断地 称爸爸为父亲 可是这个大儿子呢 却没有叫爸爸 是五行 反而说你 所以我们好好去比较的话 就发现 到底大儿子的结局如何 好 就带我们好好去思想 求主给我们智慧 我们来通告 我们很求你 透过施养 施钱 和狮子的比喻 再次帮助我们 完全了解天父的心 主啊 实在求你帮助我们 今年的目标 就是要得人 就是要救人 主啊 为什么要得人救人呢 主啊 因为这些 本来是属于主的 唯有主 你创造者 拥有所有的权利 主啊 就求你帮助我们 你知道 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主 我们的时间属于主 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产业都属于主 主啊 就求你帮助我们 让在有生之年 透过时空 让这些 本来属于你的 都能归于你 荣耀你 就是祷告 同耶稣名 阿们